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马不停蹄展开 花莲县各乡镇市继承建设座谈会 而8号倒数第二场次在瑞穗乡登场 除了各村村长提出需求之外 乡公所也特别针对了殡葬园区开发计划 传统市场改建计划的推动 希望能够请县府支持以及协助 县政府各级处政令宣导以及工程建设报告 说明结束后各村村长有备而来 拿着事前汇整的政经交通生活问题 以及建设需求 当面向县长许正位陈请提案 因十堆围墙已经参加不起 不容易清理 也很容易行车安全上都有顾虑 一样是在马进行部落 后方也是有国产主地 我希望县长帮忙下 往加拿大往隆布子的路灯案 瑞冈桥那个我发现到那个桥跟桥的中间的距离 越来越大了 从社区道路整平 路灯增设到排水设施的改善 瑞穗16个村提案件数就将近20件左右 而至于乡公所心心念念的传统市场整建 以及殡葬园区规划开发等等的议题 可能面临到的用地还评或者经费困境 乡公所是期盼县政府以及中央铸地机关能协助解决一例地方建设的推动 看看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整个殡葬园区 那我们这个瑞穗的殡葬园区 在花蓮县来讲腹地还蛮大的 但是呢其中的问题就是土地上的问题 没有钱嘛 没有钱就说不定 是说管府看我们协助市场用地的那些 如果我再买起来 我们市场不要丁重 我们协助市场去 对 我跟你讲 那个有关于殡葬的部分 你们是专案来报告一下 县政府113年度乡镇基层建设座谈会 今天上午来到瑞瑟湘 面对地方各项建设议案与需求 县长许正卫 逐一与县府各局处演绎讨论 如果说地方上有任何的提案 其实可以透过行政体系 透过乡公所或者透过民政处都可以 我们可以很及时来进行沟通 还可以透过议员的提案 虽然是倒数第二场 但是地方建设需求仍相当庞大 涉及问题层面广泛复杂 县长许正卫会同县府团队 逐一分门别类分层负责 引领相关解决方案 许正卫也要求从村长 乡公所各客室到县政府整个团队 七星协力 克服困境难关 尽早来完成地方的建设 记者张敏泰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导